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我是曲愛玲 相信現代人享受美食 他們注重的是色香味型器 那當然這五樣東西缺一不可 但是很多人想到 現在的品味生活 都要把大自然當中的花朵 注入在生活當中 甚至於是美食當中 這有可能嗎 我告訴你 不但是有可能 我們在西餐裡頭可以看到 中餐也看到 但是鍋內也有 你相信嗎 在鍋內注入所謂的花朵花藝 甚至於將美食跟藝術結合在一起 真的是相當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我們就帶大家 一起來品味藝術秘密花園 好 那當然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花 那坐在花室這裡的話 那四處環繞著美麗的花朵 那會不會我們今天的鍋跟花也有關呢 那我們就請到總經理陳奕蓉 陳總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是的 其實我們花鍋會坐在這個花室上面呢 主要是從冰江然後原本的花室 然後移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地方也跟市政府做一些的結合 那結合的部分呢就是說 從我們的花藝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從我們的擺盤的部分來看 以及到我們裝潢的部分 到我們裝導臺 都可以看到我們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百合花 是的 那說到這個裝潢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其實它除了有花卉的感覺 就是非常繽紛然後非常旺盛的感覺 好像有一種科技的感覺 是 其實我們也結合了一些現代 跟一些傳統的部分來做一些結合 因為其實現在的一些 不管是食材的部分 包含一些就是裝潢的部分 其實都有一些中西的一些 合併起來的一些火花 所以這樣的火花呢 也會激起一些消費者的一些興趣跟好奇 所以剛才呢我們陳總有講到 這百合花四處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只要你用心去看 其實處處都是花朵 那說到處處都是花朵桌上的花意跟擺盤呢 其實我剛才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擺設 就會仔細一看 哇 前面的薩絲米已經擺在上面了 是 所以可以幫我們這個稍微介紹一下 譬如說花會注入在我們的鍋當中嗎 是 其實我大概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主要是 我們這是我們的一個玫瑰麻辣鍋 這是我們百合上湯鍋 那我們在幫客人在使用的時候呢 等一下艾琳姐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也會幫你加入我們的花瓣進去 所以我們這邊所有的湯底 都是以花入鍋的 哇 所以果然是花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這個花入鍋 可能是很多人從來沒有嘗試過 然後到底它會有什麼樣的風味呢 可能這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 那我們就從我們的套餐來 這個為大家做介紹好了 是 像艾琳前面這是一個迎賓茶 是 裡頭也是有花喔 你可以看到 哇 看起來就賞心悅目了 其實我們這邊的迎賓花茶 就是我們是採季節性的部分 然後客人每次來的時候 針對一些不同的季節 有一些不同的花茶 所以不一定是這一個 沒錯 然後有的時候會因為季節而去改變 是的 那真的是很不賴耶 結合花印 美食 藝術的秘密花園 以食節新鮮花茶迎接座上賓 再以清爽可口的 和風海藻鮑魚沙拉當作前菜 讓人打開味蕾 準備大塊朵魚 以花入鍋的美食佳養 那當然這個吃完的話 應該是吃我們的撒心米 是 那撒心米的部分可以幫我們介紹 就是怎麼樣去選擇 真的很漂亮 怎麼捨得吃它呢 其實我們這邊呢 就是說除了我們整個套餐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一些海鮮的部分 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這邊除了我們的海鮮 有很多部分還是屬於餡料的 這是入鍋煮的嗎 是入鍋煮的 其實就像我們的一些鮑魚的部分 它都還是活的 對 然後我們裡面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像花枝 鮭魚 還有我們的一個 就是龍仔石斑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生蠔 以及我們的一個雪場餡的部分 都在裡面 所以是很豐富 好豐富喔 對 是很豐富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肉盤 那肉盤的部分呢 肉盤的部分 你看到的那部分是我們的松阪豬 然後你可以發現 我們一般的松阪豬 它可能就是呈現出來 就是一般的豬肉而已 可是我們的豬肉呢 你可以看起來像一朵花一樣 所以其實很漂亮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不僅是可以吃到美味 而且可以賞心悅目 然後看到 就是看到一朵花的感覺 就是覺得心情會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主題是連貫的喔 是 沒錯 在每一盤當中 你都可以看到花朵出現 就連豬肉是大家最想像不到的 可能會大家想 無花肉吧 有花在那裡頭 然後它的擺盤 就是一朵綻放的玫瑰 如玫瑰花般盛開的松阪玫瑰豬擺盤 果真是令人賞心悅目 而在鍋物中不容錯過的食材 莫過於特製角類 手工丸以及新鮮的季節時速拼盤 也同樣感受到主廚的用心 而火鍋中最重要的湯頭秘訣 如何熬製香麻而不辣的麻辣鍋湯頭 不僅選用多種中藥配方 更加入鮮花來熬製湯底 其實我們的玫瑰麻辣鍋 其實這兩個湯底 都是我們這邊很棒的一個明星招牌的部分 那我們的玫瑰麻辣鍋 本身來講是用素食種的一些中藥材的部分 下去熬煮的 還有我們就是主廚特製的一些我們的麻辣醬 香麻而不辣 然後主要是它非常養生 而且它裡面有一些特殊的中藥材 是吃的時候不會上火 而且不會覺得說好像吃了之後是很油膩的 聽到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降火並不是降這邊的火 而是你在外頭的暑氣 因為這一鍋其實是非常養生的 而且經過調配它是不會有火氣的 而且它是麻而不會 就是不會讓你整個沒有知覺吃起來 它就有口感 可以吃到我們的麻辣的香氣 再來這一鍋咧 這一鍋是我們的百合上湯鍋 那它主要是針對一些老母雞 干貝 然後還有一些新鮮的蔬果 那最主要裡面還有一個精華火腿的成分 下去熬煮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湯底其實很特別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有24小時的廚房監控 那本身來講你可以看到每一鍋每一鍋 都是廚師們的一個很用心的一個敲手 然後下去熬煮 熬乳雞 然後精華火腿 然後再一些蔬果下去乾貝下去熬煮 這個湯頭一定甜到爆 講了這麼多 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都非常期待 什麼時候要入鍋 到底什麼時候花瓣會進去 什麼樣的味道呢 現在呢我們好不多說 請陳總幫我們服務一下 好的 沒問題 首先呢我讓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玫瑰花瓣 那通常呢我們在使用這個玫瑰花瓣 這個麻辣鍋之前 我們會幫我們的玫瑰花瓣 加入到我們鍋裡面 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它真的會有一些 玫瑰花的香味出來嗎 是的 沒錯 其實玫瑰本身來講就是說 它本身就是花中之王 所以本身玫瑰它對我們一些 不管是女孩子或是 補血的 它對美容養顏抗老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有顯著的效果的 所以它本身來講 將這些花瓣加在我們食材當中 它不僅可以提升我們一些 整個食材的一個味道 而且還可以邊吃到 還可以邊吃到一些 花朵的一些香氣 養顏美的 沒錯 沒錯 好 所以放入我們的麻辣鍋當中 是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百合 上湯的一個 是的 沒有錯 裡面會有一些干貝的部分 已經我們百合 那我們會放到我們上湯裡面去 所以我們在你們使用 是的 在你們使用的時候 我們本身就會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放到鍋裡面去熬煮 所以干貝應該是會提它的一些鮮味 沒錯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預備的動作而已 是不是已經非常浪漫了呢 好 那當然其實我們在吃火鍋 不外乎是讓這個湯頭呢 稍微熬滾了之後呢 我們請沈總來示範一下 妳會建議大家先下哪一個 其實本身來講的話 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本身如果是我們清淡的 上湯過的話 我都會建議客人的部分 蔬菜 是 蔬菜 可是我們的上湯比較特別 其實我會請艾玲姐 你可以先喝看看我們湯頭的部分 我們的湯頭呢 其實大概很少人說可以 在還沒有熬煮食材之前 就先喝它的湯頭 那以專業的來說 你當我們喝到湯頭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這一鍋湯 喝到的不是它的美味 而是一種感動 對 所以我建議您 聽到美 陳總已經說了 感動兩個字音出來了 沒錯 可是我剛才聽到你們運用的食材 來熬煮這一鍋 老母雞的這個雞湯 我已經很感動了 是 真的好鮮美喔 真的 這個整個喝下去的感覺 濃郁的這個雞湯的香氣呢 包含著我們剛才入駐的干貝 它帶出來的鮮美的甜度 真的耶 我覺得光是這一鍋湯 這樣子喝就已經很幸福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 如果其他下別的料進去之後 它將是一個繽紛而且非常豐富的一鍋湯 好 那再來你會建議大家 絕對不會是先喝一口麻辣鍋吧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麻辣其實如果你要喝的話 我們的麻辣我剛說了 它是麻而不辣 其實它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鮮甜 而且我們的麻辣有個特色 它會回甘 艾琳喝完了甘甜的百合上湯後 接著品嘗香麻而不辣的玫瑰麻辣湯頭 滋味又是如何呢 廣告回來後揭曉 MING PAO CANADA 好香喔 是 真的耶 進入是麻 舌尖上跳動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 我現在要喝水 或者是要怎麼樣去 把這個蠟給拿掉 而是真的有這個甜味 慢慢的釋放出來 很特別耶 真的很讚 讚讚讚 好 然後再來我們下 肉嗎 是 像我們麻辣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會先幫你一下 你的肉片的部分 那你可以先品嘗一下 我們的肉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牛 是的 我們的牛小排 這是牛五花嗎 這是牛小排 OK 對 牛五花本身它的油脂會比較多 通常我們都會跟客人 大家建議比如說三個三秒鐘 四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撈起來 那就可以了 讓它呈現一些粉色的部分 就可以使用了 據說陳總 我們剛才有介紹到他們的沾醬 也非常的特別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沾醬是 這是我們的一個荊棘的沾醬 然後這是我們的芝麻醬 然後這個是隨便你可以自己去調配的 其實我們的廚師很用心 因為其實我們到每一個沾醬的部分 其實現在就是說 當之前的一些食欄問題存在的時候 我們本身從我們的湯底 到我們的任何的沾醬 沒有任何的一些調味料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肉已經不需要沾任何東西了 沒錯 光是那個麻辣的湯頭它吸進這個肉汁裡頭 已經非常美味了 而且肉質非常的嫩耶 真的很讚 真的 剛才陳總說的感動 麻辣已經呈現出來了 很感動 非常棒 很讚 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吃我們的豬嗎 我們的豬肉 好好 試試看 這個大概要 這個的話大概算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讓它稍微久一點點 對 因為豬肉的部分還是我建議可以吃熟一點 是 沒錯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松阪豬 所以它吃起來的時候其實有一些脆感 脆度在裡面的 是 它有一些脆度在裡面的 是 它有一些脆度在裡面的 所以其實現在市面上麻辣鍋的鍋底非常多種 而且各個品牌都推創自己的風味 所以當初你在研發的時候應該是 也是經過很多的實驗才找到這樣子的一個標準吧 是的 沒有錯 因為我們的主廚其實它是真的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的行政主廚本身來講 它學了一些 在中國大陸已經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它本身在台灣也是 在之前一些知名的飯店裡面待過 所以它的廚藝呢 就是帶出來的一些 就是不管是任何的一個廚師的部分 手藝又非常非常的優秀 然後它這邊的話也是都它精心幫我們挑選一些食材 然後成為給我們發酷一個特色的一個 招牌麻辣鍋 大家聽到沒有嗎 很有脆度 好吃耶 而且雖然它經過了麻辣 但是它有個甜味一直釋放出來 沒錯 是 而且是比那個牛肉還要甜 是 很厲害耶 讚… 品嘗完相當有口感的松板豬肉後 艾琳也大膽了彈牙有嚼勁的特製手工丸 看艾琳滿足的表情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而接下來要登場 如花旗般美麗的龍蝦雪場蟹拼盤 豪華的海鮮食材 共有食膽龍斑 鮭魚片 帶殼生蠔 北海盜鮮貝 龍蝦 火鮑魚 雪場蟹 絕對讓你每一口都很滿足 好 雪場蟹已經剖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把它輕輕的拉起來 哇 大家看到沒有 非常鮮美的雪場蟹 好甜喔 真的 雪場蟹我覺得基本上它自己就是一個非常美味的海產 沒錯 不過在這一盤當中 其實它的種類非常的豐富 像剛才我們有看到雪場蟹 還有我們的龍蝦肉 然後這個是什麼 干貝 辛干貝 還有我們生蠔 生蠔 還有龍膽石斑 龍膽石斑 然後還有我們的鮭魚 這真的是非常豐富耶 真的是百花齊放 也是百蝦百海類 海產齊放的 真的是一個海龍王海龍宮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是滿不錯的一個擺盤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一整套這樣子是一個套餐嗎 是 它是一個套餐 哇 真的啊 是 這麼豐富的一個套餐 不過據說套餐呢 當然做完美的結尾都一定會有一個美味的甜點 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請上甜點囉 吃完了豐盛的鍋物料理後 在享用由甜點師傅進行製作的巧花甜心布雷 以玉米脆片集合白巧克力增加口感 而以鮮奶熬煮而成的甜心布雷 入口即化的綿密口感 每一口都是滿足的幸福 今天品嘗完這一道道可賞可食的絕美佳肴後 感受到這裡的鍋物如花一般令人陶醉 有機會不妨來這裡感受 逃離城市繁忙木調的休閒空間 讓自己的身心靈舒緩 並體驗著創意美食的絕佳享受 黑魔晶感 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我是曲愛玲 相信大家都跟愛玲我一樣 感覺到一波一波的Heat Wave 也就是熱暑 真的 所以要消暑呢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當然就是吃冰 可是吃冰呢 身為爸爸媽媽的 或者是很愛自己的家人 都覺得現在食安的問題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選到好水好料 所以這個部分呢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一家冰品店 可是來勢洶洶 聽說吃冰就像喝果汁一樣喔 你相信嗎 所以就跟我們一起來消消暑吧 嚴嚴夏日 大膽冰品成為最佳消暑良方 而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 如何滿足口腹治愈 又能吃得健康 今天跟著民中時尚的腳步 一同健康吃冰去 哇 大家看到沒有 香蕉 芝麻 牛奶冰 好香喔 因為我覺得芝麻香氣搭配牛奶跟香蕉 它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一個組合 而且我覺得整個這個口感 我覺得它有點中西河壁的感覺 葡萄 連葡萄皮都一起進去 好吃耶 我們有這個巨峰葡萄 巨峰葡萄 還有地球紅 所以其實真的很棒耶 再配上一個氣泡飲料呢 其實感覺自己好像在吃個 非常浪漫的法國炸菜 哇 大家看到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桂圓福樂冰 看起來就很貴氣耶 這裡沒有放到涼酒 有 有酒味耶 好 全部都是小朋友吃的 也要總共擠到 總共擠到是我想大人們你知道嗎 讓爸爸媽媽可以帶小朋友 可以放鬆心情一下 對 不僅如此 一道又一道 世為絕交之而成的甜餅饗宴 即將驚派你的味蕾 馬上來品嘗一番 慶幸透涼的消暑美味 當然來到這一家冰店呢 很多的朋友剛才聽到我們的介紹 已經感覺到它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開心可以訪問到 就是這位非常有愛的爸爸 而且也是複子的人 聽我們王立平大哥 你好 好 謝謝 許小姐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的 可不可以幫我們 就稍微再說一下這個故事 就是當初為什麼有個概念 就是要打造這樣子的一個冰店 其實你也有小朋友吧 我也有小朋友 其實從有小朋友以後呢 這個對 小朋友的副食品啊 還有一些吃的就會更在意 而且我本身本來就是做中餐 是 那中餐我也滿講究吃的 那有小朋友會有更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呢很多 他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都會特別特別去 了解他的成分 以前我們包包買任何東西回來 很少去看那些食品的 後面的Label對不對 對…食品的標示 然後我又喜歡吃冰淇 冰淇 至少所有東西都我自己來 在我自己的控制下 我想天空下沒有什麼問題 那能夠自己做的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 除了像乳品那些 我們沒辦法自己做以外 可以自己動手做的 就好像媽媽自己在家 做給小朋友是一樣 我們通通自己來 出於愛子心切 為健康把關 在這裡排出一切食品化學添加物理依律 一切選用天然食材 手工自製外 就連製作過程也格外費心 黃老闆可是特別強調 在這裡的冰 可是百分之百煮過後才使用的 吃起來絕對安全健康 除了吃的健康講究 用餐環境更是別具特色 其實我們除了自己喜歡 比較像一般的冰果事業 我們想要希望能夠賞心悅夢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 都很有自己的主見 有自己的審美觀念 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 只顧了就是說 因為很健康 很衛生之外 我覺得他們來 他們也希望 希望享受一些視覺的感覺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我家店都是媽媽爸爸 陪著自己的小朋友來 所以爸爸媽媽我希望他們 也能夠享受到 比較舒服 比較清爽的 這種空間環境的感覺 確確實實 因為有時候身為爸爸媽媽 就是陪小孩都要去 Kids Friendly的地方 但是往往到那個地方都覺得 為什麼坐在這邊 就是好像在一個兒童樂園 然後沒有自己的那種 舒適的空間 就總有一點不自在 可是來到這邊我覺得 食物小孩子 Friendly 然後在空間又很時尚舒適 所以我覺得這些點 都抓住全家人的心裡 但是最主要是冰品的內容 對設計呢 老闆也是有費心思 而且打開Menu你看 真的裡頭琳瑯滿目 而且都很有創意 所以我們上的第一道是 香蕉牛奶芝麻冰 大家看到沒有 香蕉芝麻牛奶冰 香蕉切片上面再淋上了焦糖 然後還有一些杏仁片 堅果類 堅果類 好健康喔 那你剛才說 這個芝麻是用什麼做的 芝麻我們都自己買芝麻回來烤 烤完以後自己炒 然後磨成粉 然後類似做成有點芝麻糊的概念 但是稍微不要那麼稠 然後再把它做成冰磚 所以我說這個冰體都是煮過的 那這個牛奶 那就是用市面上的鮮奶 然後一樣把它煮開 因為我們把糖也煮在裡面 一點點的糖 那這樣我們之後 這不用再淋其他的糖漿之類的 好香喔 因為我覺得那個芝麻香氣 搭配牛奶跟香蕉 它是一個非常matched的一個組合 而且我覺得整個這個口感 我覺得它有點中西合璧的感覺 對…其實我們當初也在想說 要搭配什麼水果比較好 那就拿了很多的水果來試 鳳梨 芒果 草莓 沒有吃 結果發覺香蕉 是最搭的 最搭的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老闆他對於視覺的 這種presentation呈現非常的在意 連上面都要擺一點點綠色 然後讓整體看起來就是 視覺的沒關係 而不是一盤冰隨便上就OK了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道 那第二道我們即將要享用的是 葡萄雪沙 下一道葡萄雪沙 以小銅鍋裝成冰沙 與高角香檳杯氣泡水的創意搭配 讓吃冰也能變得很時尚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很像我們的西餐裡頭呢 可能在主菜跟前菜中間會有一道 就是讓你這個順一順你的味蕾 那就是我們的Sorbet 那這個就是你那個作為概念吧 是的 我覺得只是一般他們可能用玫瑰啊 一些花或者一些比較有香氣的 那到我現在把它都改成水果 葡萄 連葡萄皮都一起進去 好吃耶 有兩種葡萄 有兩種 不是只有這種嗎 這是我們有這個巨峰葡萄 巨峰葡萄 還有地球紅 OK 因為我要有一個有香氣 那一個地球… 因為那個葡萄比較甜 那這樣的話 我在製作這個過程當中 糖就不用放太多了 所以一個是取代所謂加糖 然後另外一個是香氣 而且巨峰葡萄它是甜中帶有一點酸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很棒耶 再配上一個氣泡飲料呢 其實感覺自己好像在吃個 非常浪漫的法國大菜 真的很爽口耶 而且吃完剛才比較濃郁的 口感的冰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呢 感覺你整個味蕾又喚醒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來品嘗 我們第三道冰品 就是桂圓福樂冰 哇 好 大家看到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桂圓福樂冰 看起來就很味氣耶 你看上頭有 這是桂圓嘛 桂圓… 桂圓肉 然後還有枸杞 這個是怎麼發想出來的啊 其實這就是我們很傳統的冰品 對 那我只是讓它變得時尚一點點 而且我總覺得 這裡沒有放高粱酒 有 有酒味耶 對… 那我想說 全部都是小朋友吃的 也要總有幾道 總有幾道是 我想大人們比較好 讓爸爸媽媽可以帶小朋友 可以放鬆心情一下 對… 而且這個很舒服耶 也很營養 另外呢 其實大家注意到 我們兩次有介紹到的氣泡水 那氣泡水裡頭 其實老闆也有用心喔 他說這個小朋友其實喝氣泡水 往往都會覺得它沒什麼味道 有點苦苦的 對… 所以他加一點果汁在裡頭 另外呢 它裡頭的冰都是包了水果在裡頭的 對… 讓它有顏色有味道 希望能夠吸引小朋友 對…有薄荷葉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當然也有小梅子 好特別喔 看小朋友會不會因為這樣越視覺 會… 然後味道又不會太… 對… 然後加一點果汁的味道 其實呢 就不會喝到像果汁那麼甜 那麼多糖分 但是呢 又可以有健康的一個飲料 然後視覺上呢 喝起來好像… 好像像大人一樣在喝香檳酒的感覺 大杯冰品 也可以解釋 真的也不錯喔 在這裡除了有招牌冰品之外 特色熱甜品 美味吸睛程度同樣百分百 哇…這就是核桃虎 我做的這邊已經聞到它非常濃郁 香濃的味道 那這個吃法我可以看到這邊有三顆… 對… 麻糬 麻糬 裡面有包東西嗎 沒有… 只是它有… 我們自己做的這個顏色都是天然色 像這個是揉進地瓜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紅豆沙 這個 抹茶 那吃起來可能還有一點米粒的感覺 所以我是直接沾這個來沾… 沾這裡 連花生粉跟芝麻粉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中間那個是… 糖 如果喜歡吃甜一點的話 有米粒的感覺 好Q喔 對 我們自己用米… 蒸好的糯米下去打 而且糯米好香 有甜味嗎 有…好好吃喔 光是這樣吃我覺得就已經非常美味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核桃虎 我們核桃虎比較容易就是… 因為自己做的 嗯… 那因為希望它有一點點稠的感覺 嗯… 那所以我們裡面會加了其他的 一些… 蓋過這個核桃的味道 因為基本上核桃的味道有時候 很多人不是那麼喜歡 嗯… 所以裡面會有一些… 比如說花生啊… 嗯… 雕果啊… 其他的堅果類 但是比例會比較少一點 嗯… 好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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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而且核桃虎就一定要濃 因為它如果稀稀的話 我覺得那個口感就不對了 好喝耶 果然就是… 自己做 就是你們集團已經經營餐飲很多年 所以這個對你們來說 應該是小CASE吧 嗯…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難度啦 比如說像芝麻 我覺得後來我們自己做這個 發覺這個如果自己做保存上面 全部都是自己新鮮做的食材的話 保存上面還是會有比你的困難 嗯… 所以還是做少量多次來做 所以現在就是可能在經營的時候 就要抓這個夏天的量 冬天的量 對… 因為畢竟它沒有添加任何的 防腐的東西 然後它全部都是天然 所以這個呢 其實要做得這個料好實在呢 這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不過今天非常謝謝 娜哥幫我們做的介紹 那也感謝因為他的爸爸的愛 是 他自己擁有這麼大愛 讓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吃到這麼健康 這麼幸福的口味 另外針對喜歡吃傳統古早味剉冰 或是新鮮現打果汁的朋友 在這裡同樣可以大飽口福 還在煩惱如何度過這個夏季 不想在海邊或游泳池人其人的話 吃個清涼消暑又健康美味的冰品 不妨也是另一個聰明的選擇 在煩惱多天 在煩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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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也有更多吃貴 在煩惱中 承载182年光阴的淬炼 瑞士知名钟表品牌 致力于打造兼具高贵优雅 与卓越性能的表款 将俊勇优雅的风格持续传送 选择于知名国际地标 台北101购物中心 盛大举行全新旗舰店的开幕记者会 活动当天 尤其是磅礴的太古队 为精彩活动揭开庶幕 紧接着全球代言人林志玲 优雅佩戴2014年 全新推出的优雅系列表款 历临现场 将活动气氛推向高峰 今天所带的是 浪奇表的优雅系列 我觉得大家常常会说 优雅是什么 我以前真的都觉得说 优雅是从内而外 散发着真善美的感觉 我觉得它所代表的 经典的呈现 也是非常恒久的 除了设计是简约以外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这种美赚的呈现 我觉得每位女士都会喜欢 优雅是该品牌 创立以来的核心价值 也是品牌的根基 品牌精神 Elegance is an attitude 更是升职人心 2014年该品牌推出 全新优雅系列精致万表 以简约经典的设计 搭配流畅的扶锈钢 与玫瑰金双色圆形表壳 搭载浪青表的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与多种面牌选择 及相转设计 完美体现浪青表的品牌态度 而今年适逢林志玲 担任瑞士知名钟表品牌 全球代言人十周年 对于林志玲 与品牌而言 皆是重要的旅程碑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十年来 我最大的成长应该是 面对许多事情能够更加的淡定 然后也更加的成熟 那我觉得这个是浪琴所带给我的 他所说的优雅 就是用一种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生 活动中浪琴表总裁顺在林志玲 与十年前初次见面时 一样清新优雅 美丽动人 除此之外 更增天分成熟与魅力 此外台北101全新旗舰店 保有一贯的典雅干净风格 在白色的基调中 以木质表柜展示存在品牌历史 和顶级工艺的各式表款 旗舰店入口处 以全球代言人林志玲的形象 强调品牌的优雅精神 活动当天 林志玲也特别于形象开板上 亲笔签名 以示祝福 而林志玲也现场佩戴了多款腕表 充分表现该品牌的优雅氛围 以及多样性的风貌 由表坛珠宝大师之称的 瑞士顶级珠宝表品牌 向来是贵妇名愿收藏珠宝表的首选 以金镇珠宝镶嵌创作 为独一无二的腕表 添上夺目光彩 独具巧思的大胆风格 结合以钻石所相扑而成的 创新设计与概念 更凸显了该品牌 捕捉时代精神的创造力 时逢一百四十周年 该品牌特地将经典珠宝表 空运来台湾巡回展出 表情艺人陈婷妮出席看展 穿上一席黑色鸵鸟羽毛 华丽玩赏 佩戴价值近九千万的 顶级神秘万表 流露名愿淑女的高贵气质 其实今天这一身服装 我觉得配上我们这一次 PIAJ的顶级珠宝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搭配 因为这一次呢 我非常想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手上现在的这支手表 其实它不是一个手环 它把这两个打开之后呢 其实是一个两地时间的手表 那我觉得PIAJ的珠宝手表呢 一直以来就是把珠宝 艺术品还有手表做一个 非常完美的结合 所以我今天手上这一支手表的 艺术品呢 其实它将近要台币九千万 我好像把一栋台北市顶级的豪宅 戴在手上一样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的品位 到达一个境界的时候 其实这种珠宝手表呢 是一种很好收藏 代表个人品味跟生活一种 姿态的一个很好的收藏品 看到展览中 仿如艺术品般的万表珍品 陈婷妮除了赞叹品牌的 创意美学之外 更加佩服品牌结合 顶级制表工艺与珠宝设计 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的PIAJ 是可以把艺术品 还有手表跟珠宝 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所以其实当大家在逛 这个展览的时候 你只要去细细的品尝它 它每一个小小的细节 都是很有品味的 然后甚至它的弧度 或者是它的设计灵感 甚至到它最后的命名 都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性 我觉得这就是它们工艺品 吸引大家的地方 大胆与创意设计 优雅且饶浮风韻 加上精传的珠宝镶嵌艺术 在这一次的顶级珠宝表展览中 传达了该品牌兼具自制钟表 与珠宝双重造义的高度价值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 有机会可以跟国外商界 这么多高单价的 高级定制的珠宝钟表 在台湾做这样的呈现 那事实上伯爵在表坛呢 一直有表坛的珠宝大师之称 所以我们其实在 珠宝镶嵌的艺术层面上 其实一直有很长的时间的钻研 那随着时间的进步呢 我们也跟着与时俱进 所以其实在珠宝镶嵌设计上 我们真的花了很大的心思 不管在创意或者是镶嵌的 这个技术上面 那这一次来展出的这些 总共12件的高级定制珠宝表呢 大概价值有3亿 所以其实每一件单价 都是千万起跳 那主要是希望能让台湾的 这些消费者 可以真正能欣赏到就是说 当钻石它的本身 跟手表工艺做结合的时候 它可以呈现出 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所以两相结合之下 可以看到更不一样 更高的这个艺术层面 首展12具 总值与3亿的高级珠宝万表 包含经典神明万表 及镶嵌陀佛伦万表 同时将Lime Light系列 经典纽表完整呈现 对钟表收藏家 极键赏家来说 绝对是结合专业制表 与珠宝创意的非凡胜传 手表不再只是即时的工具 更是能涮脱个人魅力的 时尚单品 于6月中旬 知名集团拥有旗下 11个万表代理品牌 在东区旗舰店举行盛大开幕 不仅代表是一家手表专卖店外 更是全台首家以打造流行顾问平台的概念 提供宾客最前线的时尚资讯为亮点 可说是别致意义 WSI呢 我们会说它是Watch Star Insider 那它呢 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时尚万表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会说呢 它是一个国际时尚万表的一个达人 在这里面呢 其实它我们拥有十多个品牌 那其实为什么开在繁华的东区呢 其实我们知道东区呢 其实拥有很多创新创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觉得WSI呢 做做在这里呢 就像你走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是一样的 那WSI里面呢 除了有我们的推荐商品区叫Favorites呢 让走进店里面的每一个客人呢 都可以从那里面呢 去知道说你怎么样去选购你喜欢 或者是当季最新的一个商品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个Give Idea的一个地区呢 提供消费者呢 你在送礼的时候呢 一个最好的一个入门的一个选择 在开幕记者会上 由男模女模轮换上阵 展示国际精品表款外 并特别邀请到时尚造型师李宁川 为现场解说各品牌的时尚个性 及穿搭数 现在大家对于整体造型越来越重视 而万表呢 除了在过去是一个可以看时间 计时的功能之外呢 现在更重要的是整体造型加分的小秘技 所以呢 其实现在像在东区有一张这样一家复合点 不管你是想要有设计师品牌 或者是平常日常这个休闲的风格 或者是呢 你想要跟我一样 跟我们这个老佛爷 Karl Lugfer一样 是有同样的设计呢 都可以在这家店里面找到 那事实上呢 万表在搭配的时候 建议大家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你是皮质的表带 你就可以选择比较正装的风格 如果像我这种是比较这种钢 不锈钢 或者是比较这个金属感的话呢 你可以搭配比较有个性的服装 那如果是塑料压克力的表带 你就可以选择比较休闲的服装 这样你学会了吗 而开幕记者会的最后高潮 邀请到超偶冠军女神钟丽敬 一席樱花洋装 并搭配充满夏日风情的万表 华丽出席的她 也为大家分享了服装 与万表的搭配哲学 今天可以参加这样的店面的开幕仪式 觉得很开心 因为今天的店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 包括运动或者精品 或者就是一些比较非常有造型的一些表款 可以供大家做选择 所以像今天穿的 我平常其实在曝光的时候 也比较少穿的比较休闲 那即使是休闲 也可以搭配一个画龙点睛的手表 然后可以让全身的穿搭 觉得更时尚更有造型 我身边也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就是很常在佩戴这个牌子 麦克罗斯的表 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常常会在网络上面搜寻 或者经过的时候会多看两眼 然后今天这款比较特别是因为 它平常可能在色彩上面 就是表面的色彩 比较少是彩色的 那今天因为刚好 我的衣服也是蓝色的色系 所以这样搭配觉得 看一眼过去 除了它最经典的这个金色的表带之外 它的表面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台湾第一家钟表通路代表 特地选在百年历史的西门红楼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品牌展演记者会 除了推出2014剩下最新表款外 也是盛大的为了消费者 宣告服务多元化的宗旨 今年瑞士珠宝标品牌 也将台湾总代理权 与该通路相结合 希望未来可以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给消费者 那保利亚公司是一个 在地经营的公司 那么在保岛中央里面体系里面 将近60年在台湾的深耕经营 今天非常广大的邀请很多的代言人 包含陈思泉 包含王昂明 整个品牌更做一个进驻 进步造势的活动 那么希望说他们未来 一定能做得更好 因为他们在地服务做得非常好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保决表 这次跟保岛中央公司 保利亚公司做整个一个结合 把台湾的一个整个总代理的部分 总经销部分交由保岛来做一个呈现 那希望能够提升更好的服务 当天跟邀请了许多品牌代言人盛装出席 甜美的乌克兰名模瑞莎 身穿一席高贵的定制婚纱走秀 为他所代言的钟表品牌 做完美的展演 其实我第一次代言手表 然后这次特别开心 因为这只手表非常好看 然后菜式非常好 也有转 有是我最喜欢的玫瑰金 还有很多Svaloskin的转 就觉得很厉害 而台湾第一长腿名模陈思玄 也穿着一件叶红色的高叉晚礼服 为他代言的瑞士珠宝镖品牌 亮丽现身 我带的手表是宝爵系列的手表 然后因为我这只手表 它看起来比较优雅 然后比较女性化一点 我觉得女生戴起来 会增加很多女性美丽 这次更中心邀请多位品牌代言人 除了瑞莎和陈思玄 两位美丽的名模外 也特别为了旗下的美国品牌 找了拥有健壮身材 在戏剧上表现突出的 余秉諺代言该品牌 当天余秉諺还小露了傲人的熊鸡 除此之外 这次来自瑞士的名表品牌 也大手笔地邀请了 台湾第一帅气小生 王阳明盛装出席 现场更是引起骚动 我戴人的手表是E-POS 然后这次是商务类型的手表 我今天戴的第一款叫Day Night 那它设计感的特别的功能 其实是白色的是白天 然后黑色的是晚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是玫瑰金的 然后是比较富服的 非常适合商务 非常有心 活动当天现场重新云集 多元化的品牌表款展演 也代表了本土钟表通路的品牌多元化 和服务消费者的用心 旅行俨然已成为现代人 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态度 尤其出国旅游 更成为一种生活风尚 每年度的国际旅展 业者为吸引民众目光 五不各出其招 此次2014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中 北海道为推广当地的明媚风光 邀请到深受国人喜爱的 民节目主持人 请临现场 介绍北海道相关旅游情报外 并准备丰富的北海道限定特产 及美食与现场观众互动 与游奖争达 我爱北海道 是由李强大冶会ISIS三人 来自不同国际一同主持 透过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实地了解北海道的人文 历史 造访风景名胜 品尝在地美食佳肴 让观众可以一同感受 北海道的风情万种 至今 随着三位主持人的脚步 已经历深入到北海道 各地的民俗风情 对于先人来说 当然也藏有许多值得推荐的 口袋名单 北海道 北海道的雪 尝 codes 塗裂 鱼 是 stations 的 可以 我能看 DJ 它工夫 非常的仍然 是 flows 即使 Neben 这边 seg 是 rätt 品色宜人外 美食同樣不可或缺 在北海道有句名言 比起賞花 團子更實在 意思是說 填飽肚子還是最重要的 至於美食的口袋名單 同樣是少不了 不可 кор的 美食的酸風景 香味 很喜歡 積美食的口袋 在北海道上 花見 櫻花朵 競的 美食在這裡 既然來到 我自身 基本的には何と言ってもラーメンでしょう 札幌のラーメンは最高ですよね 台湾も面類って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北海道のラーメンはスープが特徴的で 味噌、醤油、塩、豚骨、そして魚介って いろんなスープと麺を合わせて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日替わりで食べてほしいですね 酷暑来临是否正計画这壁暑的旅遊地点 往高緯度、高海拔或是沿海地区前往外 不妨透过收看我爱北海道的节目介绍 或许会有更多的选择哦 楊锦华秉持低调谈恋爱的态度 和摄影师、特装专的交往 则是稳定中求发展 他理智库滚头 所要之物是先把房事搞定 事业上也要再丹把拼 在他成熟妩媚的外表下 既有颗狂面具Dragon的粉红少女星 更多完全报道 请详细第197期 明中娱乐